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 在改革强军的新时期 中高级指挥员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他们不光军事理论功底要扎实 更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带兵练兵 方能练出战斗力强的强军净率 走上战场才会所向无敌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三位军人 他们都在谋打赢的道路上 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热血 首先我们来认识这位陆军第31级团军 某周桥团的团长赵建松 我叫赵敬松 安徽朝虎人 1973年10月出生 1993年9月入 现任陆军第31集团军某周桥团团长 我从小就向往军营 上中学时我最喜欢穿着一身老式的黄军装 1993年我考取了公志明工程学院 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 有出现的情况的指挥员当成就变成作业手了 作业手的动作不会熟练 作为周桥团历史上第一个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我也曾因滋满的情绪犯过错误 内向的性格出过扬笑 较差的体能素质受过煎熬 一路走来我渐渐成长为大家眼中的装备通和地图示范达人 工作中有人说我一根筋 我想固执源于对标准的坚持 训练时有人叫我赵大胆 而胆量来自于对装备的了解 只有平时训练多单一件风险 暂时打仗才能多一份保险 做人老实 做事踏实 松和谱实 本领扎实 这是我们周桥团的团风 也是我为人处事的准则 我是赵静松 六月的福州热浪翻滚 周桥团官兵正在进行架设夫桥的训练 各门桥进入桥株线 把武动明白 团里的官兵都知道 赵静松在组织训练时胆子大 他常常挑战装备和人员的承受极限 有时候流速两米每秒感觉很大 但其实我们装备可以适应两点五米每秒 所以你说两米大不大 它不算大 所以我感觉这个胆大 也是我们经历在科学的基础上 各个门桥保持好间距 对赵静松来说 能够拥有今天的这份胆量 与他二十三年的积累和坚持密不可分 第一次组的图毛毛就图着了 虽然看起来这个理念上看起来很简单 三点一条线 但在实际过程中 这个往往不是一回事 毛被投进了江里 但离目标地点还有二十厘米的距离 没办法赵静松只能指挥投毛手 起毛重新投毛 结果比其他门桥足足慢了十分钟 铁一样的事实 让赵静松深深体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不服输的赵静松要用行动证明自己 在一次扶桥合连中 赵静松发现了装备存在的巨大缺陷 一营是第一代周桥装备 二营是第二代周桥装备 两代周桥桥体结构完全不同 作业时只能各自为战 赵静松想 如果发明一种连接器 把两代周桥连接起来 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赵静松决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啃下这块硬骨头 在一间密不透风的储藏室里 赵静松开设了人生中 第一次技术革新 每天晚上到一点钟才睡觉 对了两个人反复目搜 包括请教的以前商用军校的老师 包括科研院所里的一些同学 三四种反复的进行设计计算 三个月后 一份几十页后的方案 乘到了团领导面前 赵静松的付出终于得到了认可 之后赵静松与相关厂家合作 设计制造了混合浮桥连接器 混合浮桥连接器是周桥团历史上的第一个创新发明 获得了援军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入伍二十三年 赵静松先后被评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2015年度 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新闻人物等 五次容力三等共 在周桥团工作了十九年的赵静松 早已对数十种周桥装备的技术性能烂熟于心 保障区域内江河流域的数据了然于胸 各种突发状况的应对措施了如指掌 可谓是地气十足 接下来我们江大年认识一位某陆航旅的旅长 郭耀东 他虽然已经52岁了 但是依然和小伙子一样 不是每天往返训练场 就是带着战友们执行各种极难显著任务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我叫郭耀东 1964年 生于辽宁大连 现任陆军第39集团军 某陆航旅旅长 2006年 我走上主观岗位 十年的点点滴滴 好像就在昨天 奥运安保 中俄连演 国庆阅兵 近百项任务 我们实现了十年无事故 我常常讲 飞行训练必须挤掉水分 实打实 弄虚作假 在我的训练场没有立足之地 因为深空就是战斗 起飞就是迎敌 担任部队主观十年来 我先后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和全军优秀指挥精官 部队连续七年被评为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连续两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旅 如果说我的愿望是什么 下一个十年 请继续跟我一起勇敢飞翔 2013年和平使命2013 在俄罗斯某空军机场举行 谷耀东作为中国陆军航空兵的代表 参加了这次演习 可就在机群快到终点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领航的俄罗斯直升机 把谷耀东他们引进了云层中 他入院以后因为他是单机 他拉高 上到900米高度 他上到900米高度 说白了他跑了 把我们撂到云里了 此刻驾驶舱里只能听到 悬翼劈开空气发出的呼啸声 像是提示着大家危险即将来临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郭耀东 做出决定 是前进还是返航 我在耳机里听到 旅长非常坚定有力地说了一声 大家别慌 跟住我 前面可以 郭耀东把飞升机的高度 从300米降到30米左右 通过拖云 他可以清楚地看见下面的树梢 好在同志们 凭着我们平时训练过硬的基本功 到出云的时候 我们保持非常严整的 完整的队形 出云 郭耀东 郭耀东 106架直升机整齐地飞出了云层 降落在陌生的机场 几分钟后 领航的俄罗斯直升机才缓缓落地 这个机长叫阿特克谢 他走到我身边 通过翻译说 郭团长 对不起 我把你们带到云里去了 但是你们出云的时候 我看到了 你们的队形严整 训练有素 我很佩服 只是完整的话 郭耀东还来不及感受 异国的风情 紧张的演习随即开始 等待他们的是越来越难的挑战 演习开始后 双方直升机按照演习计划 飞向机节地 郭耀东作为中方的地面指挥员 坐镇指挥 距离机节地还有五公里时 俄罗斯方面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演习方案 这样的情况 郭耀东原本可以拒绝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把它理解成战场形势顺息万变 情况变成怎么办 不打仗了吗 我就这么理解了 我就把它当做一次战场情况变了 随后郭耀东冷静地给飞行员下达指令 不断调整作战方案 寻找最合适的战绩 当时我们是一共四架飞机打实弹 俄防是两架 我们是两架 这个比较是相对来说都是暗中较劲 顾耀东和战友们临危不乱 最终打出了六发六中的好成绩 赢得了俄罗斯飞行员的一致好评 这样的任务 这是郭耀东三十多年飞行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每一次起飞 郭耀东都把它当成上战场 每一次训练都是一次与敌战斗 在他的带领下 部队连续七年被英伟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已经飞行了三十多年的郭耀东 依然坚守在工作第一线 每一次挑战高难度科目时 他都是第一个上 每次接收新机型 他也要第一个试飞 他说因为他是一缕之掌 应该带头走在最前面 而接下来要出场的主人公潘志强 却是常年在大海中航行 在舰艇上练兵 因此他要面对的风险和挑战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我叫潘志强 1964年7月 出生在这家铁台县 系任海军东海阶队 母织在职业界支队副支队长 1998年10月 我穿军来到上海 入五两年后 考了大列接听学院 在乐校系统的学习单列过程中 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界定长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一贯子 努力着 准备着 从不放弃 我们这一代人 是海军转型介绍 折下大眼的亲密着 范氏 需要木杂石头固和 现在多一点接纳 未来战场 就多一分深算 我曾 巴西亚西亚 执行雅典湾护航 核行使命等重大任务 河街边部 五大洲塞大洋 至今 河行近三十万海里 我觉得 思想和才干 来源于世界 亭越里 跑不出七里马 优秀的海上指挥员 GEOC 大牙手 力力成长 2003年 潘志强迎来了全新的挑战 出任人民海军 历史上吨位最大的战舰 千岛湖舰舰长 我们前期进行了检查 发现了一些兵器 有一些小问题 那我们再上去看看吧 好 好的 在潘志强心里 千岛湖舰就像是他的孩子 从无到有 游弱变强 一步步熟悉装备 一点点完善制度 那时候他在工作上的高要求 曾令官兵们觉得过于苛刻 更让官兵们不理解的是 舰长还专门开设了英语教 要求大家在训练之余加强英语的学习 好多人就是有点都承受不了这种管理的强度 包括我当时我有一种 也有想调离千岛湖舰的这种念头 然而 当朱文亮铁了心 要调离千岛湖舰的时候 和潘志强的一番交流 让他彻底改变了主意 他就是说 以后千岛湖舰是要走出国门的 要去出访的 2009年 朱文亮第一次参加亚丁湾护航任务 首次用英语和外军交流 并且得到认可时 他内心充满了丝毫与骄傲 那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 潘志强要求官兵 学习英语的良苦用心 在茫茫大海上 意外总会突如其来 无时无刻都在考验着潘志强 去年8月 海军152编队抵达澳大利亚以东海域时 潘志强作为编队综合补给舰 千岛湖舰的指挥员 在海上执行任务 已经长达250天 航渡途中 千岛湖舰右主机突发故障 为此舰上有人建议 原地查找故障进行维修 潘志强通过对水文气象的分析 得知 这一海域正有一股热带气旋形成 如果原地抢修 必定遭遇台风 如果说再遇到低压的话 超过6G以上的海矿的话 你顶浪顶不住的话 很容易出现轻浮的危险 此时随着台风的逼近 舰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 是继续航行 还是原地抢修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潘志强的命令 只有我的主主机照台还好 是啊 我保持慢速的顶了 顺了 还是能保证 保证这个阶庭的生命力的 潘志强的镇定给官兵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按着他的命令 舰船继续航行 在经历了十个多小时的颠簸后 千岛湖舰终于成功驶离台风区域 如今作为一名战斗在基层一线的海军指挥员 研究海图资料是潘志强每天必做的功课 他不允许自己的视野里有陌生的海域 因为大海就是他的阵地 潘志强有一个习惯 无论出海多长时间 每天都要坚持在甲板上跑步一个多小时 久而久之 跑步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不少官兵都加入其中 这也成为了千岛湖舰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三位中高级指挥员 都把立足岗位履行使命 当成了自己的人生准则 打铁还需自身硬 只有我们的带兵人 时时刻刻做出表率 才能真正锻造出 敢打必胜的铁甲钢拳 爱军精武天地大 聚焦打赢事件风 在新的一年里 志愿亲爱的战友们 继续立足岗位 不如使命 做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走进国际赛场 认识三位摘金夺银的 中国勇士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勇士竞赛意外贫乏 他能否突出重围 创造奇迹 精英赛场显向还身 他如何战胜自我 脱颖而出 汽车能手 征战国际舞台 他如何成功逆袭 拔得头筹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谈点2016 比武 郑先锋